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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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外来人口60多万 占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里就是曾菊英居住的 林源街道林水社区 我们见到了几位 认识她的邻居街坊 真的很辛苦 要雇家庭 然后要做三分工作 作为一个女人的话 实在是太难了 换是北战的话 本地的人也有可能做不到这个事情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尽将本地人 娶了外来的媳妇 但是像曾菊英这样 被当地人熟知认可 甚至赞扬的外来媳妇 却并不常见 在街坊的指引下 我们找到了曾菊英 她就是曾菊英 我们赶到时 她并准备带婆婆 去医院检查身体 她说婆婆是个爱美的老太太 每次出门前 都要给她梳洗打扮 如果没有看过新闻报道 我们都会以为 这是一对母女 而不是婆媳 婆婆腿上有残疾 无论到哪里 都需要曾菊英悲着 医院离家比较远 每次去 总会有好心的邻居开车 再谈的一程 在邻居们看来 曾菊英很不容易 她做到的 远不止孝顺 那么简单 因为腰部骨折 神经线受到损伤 如果恢复不好 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跟小孩一样 学发生 学做 学脏 后来去去检查 医生说 恢复痛症的样子 已经是不错了 在曾菊英的悉心照料下 二十年过去了 现在丈夫基本可以生活自立 然而车祸改变的不仅仅是丈夫的身体状况 我丈夫可能是身体原因嘛 造成脾气也不好 经常一点不顺心 不对劲 就拼命地骂我 车祸以后 丈夫不仅性格变了 而且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就在丈夫出车祸不久后 一个新生命快要诞生了 医生说 我预算机快到了 大家要回来 不让我在那边医院 两个人没人照顾 后来就出院了 本云带来欢乐的新生命 在此刻却成了这个家新的负担 短短几个月间发生了变故 让曾菊英发现 婚后的生活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 想到说 丈夫能 能想一个天 能给我们追放放运 但是 梦想 谢谢 曾经梦想中的幸福 在现实面前 却显得那样无力 但是曾菊英知道 抱怨换不来幸福 只有努力坚持着去改变 才会有可能收获幸福 一场车祸 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结局已经注定 她为何选择不离不弃 如果走了一个家 又没了 严峻的现实面前 她将如何苦苦支撑 人口栏目记者 深入福尽近江 带您一层反悟 一个坚强与人的人生意义 曾菊英在这个房间里 住了16年 2008年 当地政府实施了安居工程 在了解到 曾菊英家里的情况后 让他们搬进了楼房 婆婆因为不能爬楼梯 也不习惯住楼房 还依然住在这里 这房子应该有一百年了 算是老婆的爷爷 他们大家主见的 他们那些经济比较好 外面有盖新房盖楼房 那至于我家里 遇到这样子 所以还留在这边在住 虽然现在不住在这里 但曾菊英还会经常来打扫打扫 当年她就是在这间房子里 生下了儿子 我婆婆那边搞了一个娘床 她在外面 我在里面 我们父亲来一个礼拜 咱们见面 那就是婆婆一个人 主跟我 主跟两个人吃 年迈的婆婆 需要同时照顾两个大人和一个婴儿 曾菊英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儿子刚刚满月 曾菊英就开始挣钱养家 照顾丈夫 也就是从那时起 她学起了做手工活 在曾菊英的精心照料下 丈夫的身体状况 开始慢慢好转 这给她带来了希望 她相信 如果丈夫能够重新站起来 这个家就能有盼道 然而命运 却并没有眷顾她 在04年 她的腰幼着开始 碰 碰起来的时候 坐在那边 能碰都不能碰她 然后要赶快跟她 吃那个止痛药 医生告诉曾菊英 如果再做一次手术 丈夫很有可能 想完全康复 迈进一大步 虽然家里已经欠下很多债 但是一想到 能让丈夫完全康复 曾菊英还是四处去借钱 再加上亲朋好友的帮助 终于将丈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到一半 医生出来跟我讲 不然手术 因为包在神经线里面 她说如果把那个牛 彻底切掉 那就全身就马上瘫痪 最后来就说你要一个心理准备 可能会站起来 可能就自己躺下了 从那时起 曾菊英就知道 让丈夫完全康复的愿望 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仅仅靠做手工活 那份微薄的收入 无法支持家里的生计 曾菊英四处托人 找到了一份 在学校做绿化的工作 可是就是这份工作 又给她增添了新的负担 婆婆那时候 让我能够辛苦 我帮我去浇水 她可能是拉那个水罐的时候 拼命用拼命用力 拼命拉拉拉 拿水罐断了 那把腿摔断了 丈夫不能动态 活泼也倒下了 儿子才刚上初中 一夜之间 曾菊英成了家里 唯一的劳动力 她一边照顾家人 一边出去挣钱 那是曾菊英最艰难的时光 接二连三的打击 她还能否继续坚持 可能会站起来 你可能就自己躺下 是谁实现了 她曾经破灭的梦想 这个是我留下来的 我的见识是对的 她如何用善良和坚强 诠释自己心中的那份幸福 人口栏目记者深入福建近江 带您一同感悟 一个坚强女人的人生意义 自从搬出去住后 曾菊英每天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婆婆 所以只要一有空 她就会来陪婆婆聊天 多年来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 婆婆虽然行动不便 但是身体健康 精神也很好 丈夫的旧伤偶尔会疼 但已经能够正常行走 生活自理 连医生都说 这简直就是奇迹 如今的曾菊英 说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 她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时候连她自己 都恍惚地忘记了 自己的家乡 是在四川八中市的深山里 我哥哥嫂嫂在这边打工 回家之后说福建的什么 风景好 什么什么都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晋江 正处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 哥哥嫂子口中描述的 这个大山外面的世界 让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曾菊英 充满了好奇 她放下了当时的工作 从四川来到晋江 刚好出来打工 还不到半年跟老公认识了 而这场意外的恋情 也改变了曾菊英的人生 慢慢慢慢接受她 给她产生一种感情 那是思想比较保舍 正是这种朴实而传统的想法 让曾菊英这个四川女人 为了家庭 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晋江 一待就是二十年 在这期间 曾菊英的父母 曾多次找各种理由 想让女儿回去 我妈妈就跟我说 我们隔壁的文文人 在教书嘛 上女如果愿意回来 她愿意娶你 我妈妈跟我这样子讲 我说你不要去想太多了 我不可能回来的 曾菊英不忍心让父母担忧 她也想念家乡的亲人 但心头那份责任与牵挂 却让她无法狠心舍弃 这里的一切 我的家里没有一个劳动力 没一个人赚钱 我走了 小孩子把你用心情去读书 肯定没心情去读书 会影响了小孩子一生 我想什么 我怎么哭呢 我一个人整人就可以了 才让她下来再去承受 儿子的成长带给曾菊英期望 也提醒着她 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 二十年的一厢生活 曾菊英改变的不仅仅是口音 她的生活和情感 都已经深深融入这里 无法再割舍 我儿子对我非常尊重 每次都被娘娘说 说我妈妈 是靠行动对你自己 曾菊英拿给我们看她儿子的照片 说起儿子 曾菊英的脸上满是轻松和喜悦 从十四岁之后 每年都做暑假工 她第一次去做的时候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 她做八个小时回来 跟我说 妈妈我今天赚了二十块 终于我赚第一笔钱回来 感觉很幸福很安慰 生活让曾菊英一次次绝望 是儿子 给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安慰 当她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刻 我非常地可惜 这个生活留下来 我的坚持是对的 我知道 现在曾菊英的儿子 在安慰工程大学做二年间 正是母亲的坚强和坚守 才给了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一个正常的人生 在儿子的成长中 曾菊英也看到了新的希望 让我生了我的梦想 因为我自己没读多少诗 我希望我的儿子完成我的大学步 从2007年起 曾菊英就一直在社区 做寄生馆理人 她很珍惜这份工作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 帮助她们 这份工作也让曾菊英 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一家人 现在 虽然没有很多的财富 我觉得很充实感 很幸福的 曾菊英说 有时候人生很难选择 但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 家人的平安和儿子的成长 是对她付出最大的回报 和她全部的人生意义 而在我们身边 又有多少这样的女人 历经坦坷 受尽苦难 却因为信念依然坚守 因为梦想继续坚持 用自己的双肩 撑起一个个家庭 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是对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